咖啡馆里一个长臂机器人正在忙着 这是日本第一家机器人咖啡馆 取名奇特 奇特咖啡馆不需要人类员工 客人只需在自动贩卖机上花320日元 或大约10令吉买一张咖啡券 然后扫描二维码 吧台内的机器人接到订单后 就会开始操作咖啡机 先拿纸杯再准备过滤网 接着搅拌咖啡豆 加热水 再把咖啡和糖放到托盘里端给客人 这位长臂机器人咖啡师傅 可以同时冲泡五杯咖啡 一杯平均要四分钟的时间 咖啡馆总经理表示 要经营一家咖啡馆 一般需要请四到五名员工 如今只需要一个机器人 就能够做完一切的功夫 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成本 那咖啡就可以卖得便宜一些 这么说起来 机器人的效率还真的很高呢 可是也有人懊恼了 那机器人岂不是抢走了人类的饭碗了吗 奇特咖啡馆明天2月1号 将在东京色谷总店开业 MTV7综合报道